欧洲推出新太空计划 不久前 在欧盟轮值主席国法国的主持下 欧盟27国部长级代表相聚欧洲航天之都图卢兹 商讨欧洲太空发展愿景 同意对欧盟委员会提出的两项太空计划提供支持 一是为构建欧洲独立的太空互联星座计划 提供60亿欧元资金 二是尽快起草太空交通规则 引领太空领域规则的制定 这是欧洲继伽利略全球卫星导航定位系统和全球环境 与安全监测系统之后 在太空领域采取的又一重大举措 随着太空竞争的不断加速 欧盟近年来加大了在太空安全领域的投入 根据欧洲航天局2021年6月启动的欧盟太空计划 欧盟成员国和英国将加强在卫星导航、地球观测 空间态势、感知和安全通信等领域的投资 预算拨款高达148.8亿欧元 据外媒报道 目前各国已经有约140个观测 过通信卫星星座项目 其中仅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推出的星链计划 就将由超过4万颗卫星组成 欧洲此次准备建立独立的太空互联星座系统 主要是希望在这个长期激烈竞争的领域 确立自己的位置 正如法国总统马克龙出席会议时所言 在太空没有充分主权的话 那就无法征服新的领域 甚至无法保护好自己本有的领域 这一计划的重点 是加强成员国接入互联网的弹性 尤其是在受到网络攻击 或出现地面光纤饱和的情况下 保障网络稳定可用 由于采用量子加密技术 该计划 可确保欧洲各国政府和军事机构的通信安全 面对未来卫星数量可能出现的井喷式增长 欧洲希望通过制定太空交通规则加紧监管 且对星链等竞争对手造成的轨道拥堵加以限制 美国的星链计划 因其卫星群过于庞大而受到各方质疑 这其中还有来自美国内部的声音 最近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就质疑 计划可能会影响国际空间站 以及该局太空资产的安全 不利于危险小行星的观测 空间科学和载人航天飞行任务等 有这样的前车之鉴 欧盟的做法也是未雨绸缪 太空是国家安全新疆域 在太空军事化、武器化、战场化融合加速的背景下 欧洲正在不遗余力地提升太空整体能力 欧洲航天局执行主任达科斯塔曾表示 实施强大的太空计划 将使欧洲太空发展水平保持在应有的位置 欧盟高层也曾表示 为保持欧洲在太空的领导地位 需要在太空更有活力、更创新、更冒险 为未来设定一个雄心勃勃的、具有颠覆性的太空议程 与此同时 随着太空领域国际竞争愈演愈烈 太空安全体系的稳定性和持续性 受到的挑战也越来越大 在美国的带动下 法、英、德等国也在积极推动自身的太空军事化进程 2019年9月、法国正式成立太空司令部 一年后法国空军改名为空天军 2021年4月、英国成立太空司令部 2021年7月、德国也宣布成立太空司令部 未来、欧盟将通过集体协作机制 加强在太空安全领域的合作 谋求太空领域的优势地位 当然、欧洲各国在太空安全方面也有较大的利益差异 对优先事项的考虑各不相同 同时 美国对欧洲谋求防务自主的努力十分警惕 在太空领域尤其如此 这些因素都决定了欧洲未来的太空计划 在落实过程中将面临重重阻力 欧洲在太空安全领域的自主发展 也将面临多种变数